掌握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二一名在华江北做手机的背包客 今天下午小二也是接到了一个集单 一位来自杭州的老哥 要一个三星的小折叠四代 小二也是早早的去远王市场把这台机器先给拿了回来 这台256g的紫色 今天我们拿获是4400是一个港版全新的 港版的三星一般过来的话都是带票的 一旦有这个发票 我们在国内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保修 但是这种机器过来一般都是激活过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对功能进行一个全面的测试 防止这台机器有一些工程上的小瑕疵 对比国行接近6000的价格 港版这个价格还是挺香的 而且现在国行的三星跟港版的三星区别真的不大 只有一个nfc公交卡的区别 其他都是零区别的 给这位老哥安排完三星 我们继续来飞扬市场安排我们的14plus 这几台14plus128游所都是一个小花鸡的橙色 今天我们拿获是3300 下面这台是一个14pro max 256g游所 ATD版本的 机器的话也是刚几乎没几天 但是他有一些轻微的运输痕迹在边框上面 拿货相对来说就便宜一点 这台机器的话 我们今天是5400就拿到了 这台14128有所是小儿认为性价比最低 但是每天都会有人买的机器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新机未激活的 128g今天我们拿全新机的价格是3350 跟14plus的差价其实是很小的 真的不如加几百直接上14plus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